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欢迎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一带天教成吉思汗 带领蒙古族人四处征战 是一个拥有雄徒霸业的征服者 然而如此伟大的征服者 在他死后也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 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就是 成吉思汗到底是怎么死的 公元1226年 成吉思汗亲自率十万大军进攻西夏 公元1227年正月 蒙古军队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 同年六月 成吉思汗到六盘山去避暑 西夏首都中兴府发生了强烈地震 房屋倒塌 瘟疫流行 粮食断绝 西夏国不得不向成吉思汗投降 然而就在西夏投降后 成吉思汗却猝死在六盘山 关于成吉思汗的死因 后世大概有五种说法 且多于西夏有关 一是坠马说 这一说法记载于原始中 是几种说法中最正统 也是最为多数人所知晓的 1226年秋天 成吉思汗带着夫人 征讨西夏国 登记时 在一个叫阿尔布河的地方打猎 不想骑得红沙马 被一匹野马惊着了 导致没有防备的成吉思汗 坠落马下受伤 当夜就发起了高烧 于是成吉思汗的夫人 便询问随从将如何是好 有人建议 反正西夏城池都在 一时半会儿也逃不走 干脆回去养伤 等伤势全愈再来攻打 但是成吉思汗却十分要强 害怕被西夏人笑话 假之正好西夏一个叫做 阿尸赶布的大臣讥笑他 成吉思汗听后更不愿意退兵 随挺进赫兰山 将阿沙赶布灭了 但此后成吉思汗的伤病 一直未好反而更重 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 终于禀死了 第二种说法是中毒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 于1275年到达中国和元朝有过十七年的交往 在其游记日记中这样继续 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时 西部不幸中了西夏射兵射来的毒箭 结果可想而知 毒箭攻心 伤势意重 疑病不及 但是民间对中毒却有另一种说法 说成吉思汗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在适寝时下毒至死的 第三种说法是被刺说 这种说法与上面被俘虏下王妃有关 说这位王妃在适寝的时候 趁成吉思汗放松警惕 刺死了他 这一说法源于清朝康熙元年的蒙古元流 乾隆命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 收入四库全书 应该说这一种说法也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第四种说法是被咬掉生殖器说 这种说法既未见于正史之中 也许也没有相关技术 但却在外蒙古人当中流传 这一风流事件也与西夏王妃有关 据说这位王妃表面上虽沉浮于成吉思汗 内心却不忘国家仇恨不甘受辱 在世寝当晚借刑防之急 将成吉思汗的阴镜咬掉了 一个67岁的老人拿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羞恨交加随之病重 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 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 对外指称大汗是坠马受伤之重病 这种说法虽然荒诞不经 但仔细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 若成吉思汗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首 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备条件的 是寝食赤身裸体 何处藏凶器和毒药呢 即便有凶器和毒药 作为一个被俘之人 也是要搜身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两手空空的王妃 最致命的暴力行为 自然是咬掉男人的要害处 最后一个说法是雷击说 出使蒙古的罗马教使节 约翰普兰诺在其文章中透露 成吉思汗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 在草原上 确实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 致很多人死亡 因为这原因 蒙古人很怕雷电 但是这种说法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么你最相信哪种说法呢